回到花莲 秀林乡各部落有许多中低收入户 碍于申请资格的门槛相当高 而无法获得公布门补助 来进行修缮房屋 为了帮助需要的族人 秀林乡名代表莲一龙 自己的服务团队 有建筑修缮房屋的专长 并且率领着团队前往了河中部落 来进行修缮 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 由于12年前输拉台风造成的雨势过大 河中部落有土石流的情况发生 首先并没有族人伤亡 12年过去的房屋内 已经开始有许多漏水的痕迹开始出现了 由于族人们要申请修缮补助 但碍于申请资格门槛相当的高 无法获得补助 新闻下面代表莲一龙 也前往现场会议看 来了解实际的情况 这是土石流的 以前土石流的 他们就是说 用这个而已 其他这个没有用 他们就是贴这样子而已 当然 结果落大雨 这水灾 我们不能在后面 还好连一龙就来这边来告诉我 你这怎么那么糟糕啊 他这样子 他就把他说 那我来用 我来用 新闻下面代表莲一龙表示 由于自己的服务团队有这项专长 特别亲自监督 携带的工具来免费服务大家 针对乡民的诉求 然后我获得讯息的之后 我透过自己的人气关系 加上我们的服务团队 服务团队里面有 既有这样的技能跟专长 来协助我们乡亲朋友 做房屋的修缮 目前我从北边做起 然后透过我们一些公益团体的朋友 来协助我们一些资源 跟材料的资源 加上我们自己人力的资源 来共同协助我们乡亲朋友 然后目前在河中社区 那未来我们可能从北边做到南边 来协助真正需要协助的乡亲朋友 针对竞品 无法得到我们说的 有关房屋修缮的申请 因为条件的问题 造成他们无法受申请 那必须透过仰赖以社会的资源 所以我在这一块 全力的协助我们乡亲朋友 来协助我们所有的 修理箱的乡亲 如果有需求就要告知我 不过我要先进行的 一个所谓的会刊作业 在这个会刊的作业上 得到的讯息 所要的需求 以及材料的人力 资源统筹之后 再协助去做 执行修缮作业 修理箱的联络表示 在修理箱 有许多族人们有这样的需求 只要有乡亲跟他反应 都会排定时间 亲自来监督 前往主人家中来进行服务 希望这小小的贴心 能够帮助主人们 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 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